台湾男艺人柯震东发文 我死了有人在乎吗 并配上一张红纯照 半夜三更吓坏粉丝 不过被他秒删 但还是被网友们截图发现 柯震东一步步毁了自己的前程 一声叹起 2014年8月 柯震东因吸毒被抓 当时正义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儿大红 只可惜 步入歧途毁了演艺生涯 随后走过人生低潮 直到最近才有工作 女友李玉芬在她困境时陪伴左右 不离不起 只可惜被传练上韩国名模Irene 与李玉芬分手 如果真是这样 柯震东真是太不值得 李玉芬为她浪费了几年的青春了 见到柯震东如此堕落 粉丝们纷纷留言 我们在乎 我们这些爱你的人 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你这么帅 这么年轻 未来会很棒的 要对自己有信心 这种话还是少说 你的家人 朋友会伤心的 还有不少粉丝 心疼柯震东在娱乐圈的压力 希望他可以退出娱乐圈 健健康康 然后平平安安的活了 柯震东的INS 最近也是很有情绪 对不起 我一定会更好 道别的 还有PO出和别人的照片 还有自己无神的自拍照 柯震东看着像是有抑郁倾向 或者是近年来 演艺圈太多艺人 经抑郁没能好好撑住 所以自己才会糟蹋自己 说道 如果我死了 有人在乎吗 其实小编想说 往往是那种 喊着要自杀抑郁的人 其实都还没到那份上 真正抑郁 想离开的人 会选择在某天安静的离开 如果一直过得不快乐 还是离开娱乐圈 去做点其他正能量 让自己快乐的事吧 网友纷纷表示 吸毒鬼一生 吸毒一生黑 作为公众人物 所带来到恶劣的负面影响 这点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还有网友表示 真的 要是不吸毒 我还挺喜欢你的 长得匹帅匹帅的 但是吸毒零容忍 吸毒跟别的不一样 没办法接受它 在出现荧幕上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不喜欢不看它就可以 为什么硬要踩上一脚呢 每一句恶言恶语 都是一把把刀子 它做了错事 这已经够它忏悔的了 我们管好自己的生活不好吗 还有网友留言 有点害怕一人的抑郁症